奥利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小男孩 他对动物充满了热爱和丰富的想象力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当他在后院玩耍时 他的脑海中闪现出一个点子 满怀兴奋 他决定创建自己的幻想动物园 奥利福从家中收集了一些材料 纸板盒子 彩色笔和一些布料 在想象力的引领下 他将纸板盒子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动物园环境 他绘制了神秘的风景 精心制作了复杂的栖息地 并添加了奇幻的细节 使其栩栩如生 夜幕降临时 奥利福欢迎他的想象中的奇幻生物来到动物园 威严的独角兽优雅的奔驰 好玩的龙在空中翱翔 淘气的仙女在花朵间跳舞 奥利福的动物园成为现实和想象世界的避风港 每天晚上 奥利福都会造访他的动物园 展开刺激的冒险 他骑在一只温和的巨龟背上 探索神秘的森林 他与友善的美人鱼一起在一个迷人的泄湖中游泳 甚至与聪明的会说话的猫头鹰举行茶会 他的想象力在他的幻想动物园中遨游 无尘无尽 通过造访幻想动物园 奥利福的创造力得以发展 他了解到每个奇幻生物的独特特征和栖息地 他在笔记本上描绘他们的特征 写下他们的冒险故事 培养了他对艺术和故事创作的热爱 奥利福无法将他的幻想动物园中的魔法独占 他邀请他的朋友和家人来体验其中的奇妙 他们的眼睛充满着欢乐 当他们遇到只存在于梦想中的生物时 惊喜填满了他们的心肩 奥利福的动物园成为一个充满欢乐的地方 想象力在其中激荡 新的友谊在其中建立 受到幻想动物园的启发 奥利福开始在纸上绘制他的奇幻生物 他的作品布满了房间的墙壁 创造了他所想象的生物的画廊 通过他的艺术作品 他与世界分享他对现实和想象中的动物的热爱 随着奥利福长大 他的幻想动物园变成了一个珍贵的回忆 但他对动物的爱持续着 他致力于研究和保护真实的动物 成为一名动物学家 在一个真实的动物园工作 奥利福幻想动物园的魔法精神在他内心永远存在 引领着他的热情 并激励着他人欣赏自然世界的奇迹 他人欣赏自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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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欣赏自然而言